嗨大家好,我是柔宁 最近我发现一些朋友在面对比特币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情况 就是在价格跌的时候不敢买 而等价格涨上去之后呢,又想等它跌回来之后再去买 这样一个自我矛盾的境地 所以今天我就想聊聊我认为什么价位去买比特币会比较安心 今天视频讨论的内容和观点只对愿意长期持有比特币的观众有意义 如果你认为比特币是毫无意义的空气 我对于说服你好无兴趣,现在你就可以关掉视频了 如果你是短线的比特币交易者 今天的视频对你的意义应该也不大 但是如果你想看下去的话,我是非常欢迎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比特币价格第一次突破了4万美元 之后又跌回了3万 当时我的朋友圈就有很多人惊呼 现在跌回3万了,绝佳的入场机会来了 好像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呢,就再也见不到3万的比特币价格了 好像突然就成了这辈子能遇到的最好的投资比特币的机会 但是讽刺的是呢,那是在今年一月份的事 在那当时的两个月之前,也就是去年的11月 大部分人对比特币能不能突破2万美元 还在持非常怀疑的态度 那么快进一下,几个月之后比特币到6万多的价格 很多人信誓旦旦的说呀,后悔当时3万的时候没有买 如果比特币再有跌回到4万美元的时候 我一定入场多买一点 然后呢,5月份的时候真的跌回到4万了 这些人没有买 原因是觉得可能还会再跌 等跌到3万了我就买 然后呢,真的就跌到3万了 他们还是没买 因为现在不敢买了 或者说又把准备买入的价格调得更低了 真的在3万左右入场的人和当时在6万的时候 说3万自己会入场的人相比真的很少 当然这里肯定是有一些人对于比特币 他的判断变化了 比如说确实看到了这些更严格的监管 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从基本面上改变了对比特币的看法 这也没问题 我也不想去说这种做法是对是错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这些监管导致的变化都是短期的 大家可以问问自己 如果在6万的时候 你觉得4万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入场的价格 那么现在真的到了4万了 阻止你入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发生了变化 这个问题要想清楚 是单纯的因为短期之内价格跌得太狠了 还是有什么根本因素的变化 或者其实是你没有想清楚 投资比特币的根本原因和逻辑到底是什么 你是真的看好它吗 还是想来投机一下 所以当你把这些问题想清楚啊 其实很多人会意识到 自己在做的就是随大6 大家说要涨的时候你就买 市场悲观的时候你就卖掉 当然还是确实有那么一小部分的人 真的在3万左右买了 不过我相信啊 在3万左右买的人里面 可能涨到4万的时候 就有一些人又卖掉了 当然能盈利绝对是好事 赚了30%多的盈利 其实挺开心的了 然后呢 他们可以再期待 比特币再跌回3万 然后到时候再买 这种玩法呢也没什么错 但是呢 这种操作的机会其实并不多 一旦错过了 下一个这种机会 就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如果等了一段时间 价格还没有跌回到3万 而是直接突破了5万的话 这些人就相当于是踏空了 明明可以赚更多的想法 就会让人产生一种懊恼的情绪 导致的心态就是啊 每天都期待着价格 可以赶快再跌回4万以下 然后再入场 这种心态很常见 也很普遍 事实上很多人应该都听过一句话 就是投资者 因为踏空所造成的损失 往往比因为短期之内 回调的损失更多 大家可以仔细去想一下 这句话到底是在说什么 而踏空呢 经常会对纪律不强 或者对于没有明确计划的投资者 造成长远的一个心态的负面影响 那么假如说下个月 比特币的价格在5万以上 持续了一段时间 特别是还有一点涨的趋势的话 那么到时候肯定会有更多的媒体 去报道币价一直在涨 又去营造出来一个牛市的氛围 这些在4万左右卖掉的人啊 真的可能会忍不住 在5万多的价格重新入场 而且很有可能是比上一次 带入更大的资金量 那么确实有可能在5万多之后 币价又直接上到了7万8万 也有可能会跌回到3万4万 这种情况很容易让人买在个山顶上 就被套牢了 相比于那些从来没有入过场 没有赚过第一笔钱的人 这种曾经拥有的感觉是很微妙的 而且很容易让人在之后 做出一些不理智的决定 如果我刚刚形容的这种心态和经历 正在发生在你身上的话 那么我认为现在你有两种选择 第一是 现在4万左右的价格 是完全可以入场的 虽然和前一段时间3万相比啊 4万好像已经涨了挺多的了 但是从长远来看 特别是和之前的高点对比 其实一点都不高 我自己的观点在过去一年半里面 基本没有变化 就是简单的四个字 长期看好 并且在价格五六万的时候 我多次说过 如果之后回调到了4万 完全不用慌 虽然最后回调的尺度比我想象的大 但是我其实真的没有慌 因为我自己就是按照原计划的 在定投比特币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啊 4万出头是一个可以接受的 可以入场的价格 首先如果你跟我一样 认为比特币长期的价格 是朝着10万20万去的 那么还是那句话 3万还是4万入场的价格 真的不重要 其次呢 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不要一次性的 all in所有的筹码 因为我们能抄到底的可能性 真的很小 这结合着我之前上期视频说的 资产配置的话题 比如说 如果你有10万可以投资的资本 打算配置10%在比特币上 那么就是有1万可以来买比特币 有些人呢 可能会设定一个很低的价格 然后打算在这个价格 1万块直接全都买了 也就是一个抄底 但是更稳妥的做法是 你可以把这1万块钱 分成5份 6份或者10份 甚至20份 只要价格还在一个 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就去做定投 这样比如说 你分成了10份 也就是10个月之后 你投完了这原计划的1万了 到时候呢 你就可以从整体上回头来看 比特币所占的 你原本可以投资的10万的比例 还是不是10% 如果高了的话呢 就可以重新去评估 要不要rebalance 如果低了的话呢 也可以继续去定投 或者经过了这10个月的时间 你的想法也可能变了很多 到时候你可能觉得 10%这个数字太高了 或者太低了 到时候都可以去重新调整 这个方法不仅适用于比特币 股票或者投资其他产品 是一样的 它很适合长期的投资者 短线的人呢 自然不太合适 如果你不喜欢定投 就喜欢那种抄底的成就感 那种刺激的感觉 那么第二个选择 自然就是去等 只不过等这一个字 真的是一个很高级的技术 这也是为什么巴菲特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愿意在没有发现 很值得投资的股票的时候 愿意长期持有大量现金 而不入场 就在等合适的机会 去做到这一点 其实很难 第一个就是等到了 币价确实跌回三万了 那么另外一种 就是再也等不到 刚才说的 这种曾经拥有的懊恼的心态 或者是风目的心态 都可能会导致前面说的 让我们在市场最热的时候 再次大量的买入 紧接着如果遇到一波大回调 直接会造成大量的亏损 所以如果要等的话 一定要有耐心 我个人认为呢 随着美联储 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 各种消息的释放 价格再跌回三万四以下 这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 在合理的区间之内定投 好处就是很稳 只要你长期看好它 就安心定投 安心睡觉 不用在乎短期的波动 缺点就是超不到底 也就是说赚不到最大的利润 第二个就是 等大回调去超底 坏处当然就是 这个大回调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不知道会不会发生 所以可能就会出现 刚才说的 负面心态导致的问题 去乱操作 那么当我们去考虑 如何在这两个之间 做选择的时候 其实非常直接的体现了 我们对于投资比特币 是一个什么态度 而且这个心态呢 其实是很多人 自己没有意识到的 比如说如果你坚定的 做了第一个选择 那么你和我一样 是长期看好比特币走势的 把比特币当成了一个 储存价值的标的 不用再一段期回调 如果你选的是二呢 那么就说明 比特币对你来说 更多是一个投机的工具 即使你可能完全 不认可它的价值 但是只要有这种 获利套利的空间 依然可以去参与交易 这两种选择都没有错 只是观点不同而已 而当你想清楚了 到底你要选哪一个的时候 就是在帮助我们自己了解 自己对比特币潜在的态度 最后呢 我知道很多的新韭菜 都是在下意识地 做第二种选择 没有认真思考过 比特币对你来说 到底有没有价值 你对它的认可长度 到底有多少 而就是在看 有没有投机的机会 就下场了 如果你没有一个 更高维度的指导思想 和策略的话 更多的时候 就是随着价格的变化 随着市场的热度 去买卖的话 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事 所以看完今天的视频 希望大家都能去想一下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认清 自己对于比特币的态度 有帮助的话 请大家按一个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见